大家好,我是Leo 聊世界,天天的不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伯伯仁對上凶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黃芳選者的文明 是伯伯仁 伯伯仁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馬舅單位 擁有這個八者的優惠 不管你是要出漏馬、駱駝 還是騎士都是相當便宜的 伯伯仁的寶兵單位 是駱駝工兵 駱駝工兵是可以攻擊敵方 兇馬工增加額外傷害 所以他是打蒙古圖技 或是兇人這種馬工文明 特別厲害的 伯伯仁的駱駝也很特別 不管是駱駝工兵 或是一般的駱駝 都有這個金冠的回血效果 所以伯伯仁的後期 有點下駱駝科技的話 是蠻難產的一個文明 伯伯仁本身的海陸圖 是比較優勢的,因為他的船艦有移動速度加成 這是包含漁船的 他的村民也有移動速度加成 封建時代是5% 黑暗時代是5% 封建時代是10%的樣子 記得好像有改版 伯伯仁的打法比較偏向於 騎兵單位為主的文明玩法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騎兵 HERA版社 HERA這邊是選擇的兇人 兇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城堡 史代是馬公的折扣是9折 帝王史代是8折 所以兇人的馬公 是數量最容易成型的文明 因為價格非常便宜 兇人除此之外 一開始木頭會減100木頭 而且不用蓋房子 所以前期省下來的木頭 可以多灑些農田 作為他的經濟加成 兇人他的後期打法 還有遊俠跟達拉罕奇兵 可以多使用 遇到伯伯仁的情況下 達拉罕奇兵說不定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達拉罕奇兵的遠防 是比遊俠多了一點 所以伯伯仁遇到高遠防的單位 也會比較害怕 兩邊都有一個互相克制的單位存在 所以前期的怎麼發展 就會顯得很重要 到了大後期的話 個人認為伯伯是更具有優勢的那一番 畢竟不管兇人怎麼打 都一定要打到這個奇兵單位的話 伯伯仁只要出駱駝 就可以進行壓制了 那即使兇人出了幾兵 也沒有這個三級的步兵鎧甲 也是很容易被壓制回去的 所以HERA這邊要怎麼打贏伯伯 是一大難題 好 那來看一下 HERA這邊是選擇了18P點封箭時代的樣子 好 直播先點 那先看他地圖 地圖的話是前面有黃金 上方有果子喔 這個地圖看起來還可以喔 而且這裡待會可以開TC 並不是一個太差的一個地圖 而且要圍的話也是能圍得起來 那伯伯這邊呢 果子跟黃金都在後方 非常舒服啊 小圍的話也可以很好的圍起來 要大圍也可以喔 大圍就是這樣子圍 圍起來 小圍的話就是這樣子圍 小圍小圍圍過來 這樣就圍好了 好 這裡兇人是18P棒棒 鴨子 那伯伯人這邊會下馬舊嗎 好 先下射箭場 這裡補一個護牆 想要走進來 但是HERA直接硬闖 闖紅燈了 哎呀 這個闖紅燈闖進來之後 三隻棒棒直接把伯伯人打到 屁股尿樓 四處逃竄 鬼轉裝甲步兵 OK 但是最後這個射箭場還是蓋好了 好 這邊是一個遠程挖礦 好 這裡補一個採礦地 待會這裡要趕快再補一個木牆 再補一個木牆 補一補 好 工兵出來 要不要看一下下方 下方這裡的工兵 好 射一下射一下 退一下退一下 波波人這邊是點下一級伐木 前期打的算是蠻有壓制性的 而且成功擊殺到了一村 那這邊裝甲步兵是希望可以給對方更大壓力 但這邊刺偶過去偵查已經被這手發現了 裝甲步兵只能原地摺返 只要原地摺返幾次應該就很難騷擾到了 好 那波波人決定要這邊要小圍了 這邊大圍應該是沒機會 好 那Hera這邊已經轉出了工兵 工兵又轉了過來 好 直接點擊擊射 然後這裡農田要繼續灑 好 波波人這裡暫時被壓制住 沒有辦法很好的反擊回去 Hera現在擁有一級射的射程優勢 好 這裡要看一下該怎麼反擊了 這裡有這麼多這個 工兵單位在這了 好 轉了一些毛兵 好 就打進去 工兵上前 先射 沒射到 後面的毛兵反擊 沒有一級射的關係 手有點短 Hera這邊的手更長一點 好 這圓已經有一級射了嗎 剛剛他貼得蠻近才射的 他圓沒有一級射 OK 這邊把Hera逼退 叫他退 趕快退 趕快退 再補下一個新的房子 那這個房子補下 可能會再打破一次嗎 好 兩邊應該就是這樣子了 小打小鬧 好 我們上城堡時代再開戰吧 Hera 波波人表示 上城堡的話 我的優勢會更大一點點 那匈人這邊封建時代 確實壓力給得非常足夠 好 匈人這邊壓制 雪球滾得還可以 這個經濟開始不錯了 待會要來升城堡時代 波波人被迫轉了一些毛兵 這樣打正命工兵單位 才有機會打得贏 那這邊波波人可以思考的事情是 要不要投資一級的工兵鎧甲 那他這裡沒有點的話 應該就是不會點 好 Hera這邊點下城堡時代 便利有點少 波波人應該知道 欸 Hera應該上城堡時代了 好 Hera這邊點下一級的工兵鎧甲 待會升城堡時代 要轉馬宮嗎 要轉馬宮的話 這裡要點品種喔 這裡不點品種的話 會有點尷尬 待會騎士也不好出喔 所以待會 要不要下個馬舅呢 好 這裡是決定先 撒一級農田 把這個肉蓄起來 那城堡時代初期 並沒有騎士可以用 馬舅沒有補 好 補了一個新的伐木場 好 吃上去 戰毛兵要先升啊 他也是這邊高達地下 這裡毛兵要全部送光了 哇 這個Hera突然變戰毛怪啊 好 直接蓋根堡 要來打這個 打拉和騎兵了 下面一堆人在挖石頭 好 直接不轉騎士 轉打拉和騎兵 那波波人這邊 應該是有想到 欸 這個 戰毛兵沒有也沒有嘛 馬舅 難道是野馬舅了嗎 把馬舅放在野外 有沒有可能呢 稍微繞一下 但這個繞應該是想要去繞開 Hera的偵察位置 好 Hera這邊在偵察 拉這個肉馬過來看一下 欸 奇怪 他的 弓兵主力怎麼不見啊 好 這邊收村 有意識到 這是一個意識形態的遊戲啊 居然這都意識得到 好 拿出火把開打 打拉和騎兵 一開始天生的防護力是三點遠防 非常耐抗見死的一個騎兵單位 全部把這個奴兵給吃光光了 好 中間的毛兵遇到騎士已經打不太贏 但打拉和騎兵的弱點也是相當明顯 他這個攻擊力非常低喔 一下八滴而已 一下八滴打的傷害並不是很高啊 好 波波倫點一下的品種 好 二級的騎兵鎧甲 待會要補上嗎 還是先繼續轉打拉和騎兵加生女就好了 好 現在波波倫果然有壓制的能力啊 這個文明特性很優勢 那Hera的話要儘肯的避戰喔 然後趕快把自己的經濟先拉起來 好 這裡奴兵要遇到新騎兵啊 這個刺猴 刺猴騎兵 好 兩隻殘血的打拉和騎兵 把血補一補 過來 過來看一下 這裡要上了嗎 上方這裡火把直接打掉了木牆 打拉和騎兵的特點 就是打建築物傷害特別高啊 所以要打破木牆進去是輕鬆一舉的事情 好 而且現在天生防禦是3加1 遠防4點 身分中心是5加2 7點傷害 跟爐兵的傷害一模一樣 好 打拉和騎兵到處撈 很開心 有這麼多的村民可以打 好 但這邊有一隻打拉和騎兵走錯路了 送掉了 好 目前村民數是53吋 對60吋 黑拉 黑拉這邊是打一個偏農 好 三TC準備要開下了 好 第三個TC開在右邊 好 三TC開農 波波這邊也是三TC 但是一遇到駱駝 喔 還是反擊回去了 打拉和騎兵還不錯 這個血量體質還可以 好 駱駝 打掉了在家裡的打拉和騎兵 防守問題不大 好 這一波兵還在了 兩兵打偏龍 我們再繼續快進一下 看一下兩邊地勇時代會怎麼打了 這裡應該就是小打小鬧 戰毛兵加打拉和騎兵混著出 好 補下了品種 品種補下之後血量就會再提升了 血量會到120 好 跟一般的騎士血量是一樣的 好 這一頭兵一直在後面 黑拉沒有辦法很安心的 可以往前進攻 這邊先點下了一攻傷害 好 待會就變九攻 這樣打駱駝也會比較好打一點 後方的毛病沒事做 好 僧侶要過來招響嗎 還是不招響呢 沒有啦 這邊是不想讓對方離開 對方現在上面也是有高地優勢 好 後面駱駝過來 這邊也要上去硬打了 毛病上嫌 攻擊 攻兵 正面使用打拉和騎兵 直接硬扛駱駝 駱駝反擊打拉和騎兵 也是打到頭破的血流 駱駝這個單位很微妙 雖然打騎兵無外增傷 但是本身體質的關係 還是很容易被正面的騎兵給壓制過去 所以整體來說 駱駝是六四開 而不是什麼七三開 整體來說的話 還是六四開的感覺 並不是這麼有優勢的一個單位 好 那這邊是 Hera是專心撿生物的一個路線 生物一直在撿 撿了一顆了 後面這個生女 武功而返 生物只剩一顆在上方了 正面的打拉和騎兵 給的壓力很大 好 那波波人這邊是決定 繼續出駱駝 Hera這邊是繼續出火把 OK 打拉和騎兵二攻先補 打駱駝先點傷害 觀念正確 但是後面有奴兵啊 居然是 不先升防護力 他還是看這一坨 攻兵沒有 哇靠 直接硬吃 駱駝全被吃光 打拉和騎兵 非常的nice 好 打拉和騎兵 現在是8加1的傷害 好 現在4TC也補下 Hera這裡也是4TC 惡農守推車 待會也要補下 現在是輪軸 二攻也補上了 那二防呢 這邊應該會先補個一波血量 這裡血量有點殘喔 好 上方稍微偵查一下 石頭過來看一下 喔 這裡有開TC 待會這邊的兵力 就可以思考一下 該怎麼進攻了 好 右邊駱駝過來 三隻 生女四隻 後面遭翔下如何 哇 駱駝這邊在騷擾 收個村 生女放生物 沒放進去 還被攔截 好 Hera這時候點下了2級的騎兵鎧甲 還有5秒鐘去點完 喔 把他打4級 好痛 血量掉得非常快 這個單位就是 騎著馬的 劍兵勇士啊 OK 三隻駱駝直接delete掉 放棄 招牆 後面駱駝過來 想要包 但是可能會被招光 一隻駱駝兩隻 第三隻駱駝也招掉 三隻駱駝被招牆掉 哇 這一波波波人有點出現 防守漏洞 家裡出現了大量的空洞 好 後來這邊直接 手撕城鎮中心 大家和騎兵 拆TC的效果非常優秀 每打下都是200滴血 但是後方的駱駝 直接把後方的勝率全部拆光 他會把他的目的也已經達成了 拆你TC 我就走 這就是打拉罕騎兵的打帶跑 好 現在這裡沒有再繼續操控 這一坨兵在這裡就 閒置當中 好 快走快走 好 帝王世代補下 波波人解下帝王世代 打拉罕騎兵的話 待會再繼續轉出重裝駱駝 波波人應該還是有機會擋得下來的 波波人應該還是有機會擋得下來的 好 這裡火把繼續攻擊 駱駝過來 好 打拉罕騎兵數量來到了8隻 好 看一下這裡 這裡駱駝數量很多 30秒 黑魯拉還有1分鐘 兩邊時代升級的差不多 哇 黑魯拉這邊把城堡都補在家裡了 好 現在高手們都已經注意到這些細節了 知道如果要出寶兵的話 就不能隨意壓寶 不然這個城堡每個都往前補 很容易被對方拆光 反正寶兵出不了 加上黑魯拉也注意到這些細節了 都把城堡都補在家裡 然後用這些寶兵單位去壓制敵人 好 那黑魯拉果然補出了槍兵的升級 這個是 是兇人 打遊俠 或是打對方駱駝 最有效的單位 槍兵 好 那槍兵出來之後 駱駝弓兵可能也要趕快登場了 好 重裝駱駝 還有1分15秒 基因瑞打拉和騎兵 升級非常快速 只要40秒 OK 三防沒有先點 這邊要先考慮三攻嗎 還是要先點 先點三攻 OK 因為三攻補下的話 騎兵也能吃得到 所以這個不騎作戰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攻擊力先升 CP值相當高 好 這邊駱駝直接硬上 正前方的重裝長槍兵 長槍兵這邊死傷速度非常快 還來不及升級到疾兵 就損失了一坨 有點可惜 但還好 垃圾兵 可以馬上再按回來 反正不需要仿敬 消耗一點血量也不錯 那這邊駱駝血量有點殘 多多人可以考慮點個什麼草藥治療 讓他不懈不得快一點 直接進駐城堡 好 二防點完了 駱駝這邊直接點三防嗎 還是要存點資源 轉一下駱駝弓兵 好 這一坨駱駝過來救 上面打爛騎兵 這裡直接圍死 好 這裡三攻好了 騎兵駝 三級步兵 騎兵甲 也在升級 這邊打一個多線 右邊引開主力部隊 左邊的小分隊也在多線騷擾當中 這邊的騎兵過來救一下 打爛騎兵過來 希望這一坨槍兵 勃勃人沒有看到 左邊這裡再過來騷擾 這邊再抓到一些村民 但騎兵過去 駱駝就撤退 兩邊指引肩高手 左邊在防守 右邊在開戰 隊友在做一些細節上的操作 好 這邊直接硬上 哇 這個駱駝沒有空好 雖然有第一時間往回拉 但是最後還是忘記要轟這一坨 被戳掉了 打爛騎兵再次直接手撕城的東西 但是有點打過太掉 後方駱駝實在實在太多 哇 駱駝和再次打爛騎兵了 打爛騎兵可能跑不掉 這一坨要全部損失掉了 Era這一波有點送好送滿 兩邊都送了一波騎兵單位 送波駱駝 送波打爛騎兵 好 二級的步兵甲點下 三級 三級射 還有彈道學野 升級好了 這裡要鬼轉一個馬弓 重裝馬弓嗎 還是不轉呢 繼續步騎作戰 那如果繼續這樣打下去的話 伯伯仁可以轉火槍 看到不要 欸 已經轉下去了 OK 這裡射箭場這麼多 想說可以轉個火槍喔 好 伯伯仁是有火槍的 即使不出弱駝弓兵 也可以有效應對步兵單位 好 射箭場 9個 轉火槍 兩射打拉和騎兵傷害也不錯 打擊兵效果也OK 比起戰毛兵來說 好上很多 畢竟戰毛兵打這個打拉和騎兵 怎麼打都只有一滴血 強武也是喔 好 這裡打拉和騎兵 直接上去硬吃 吃掉了一些數量 後面槍兵過來 駱駝要趕快撤 好 上方還有一隊分隊 槍兵還在繼續騷擾 但火槍已經陸陸續續出來 開始射擊 好 雄人這時候點下了化學 看來待會兒有看到 馬弓的機會囉 槍兵上去 直接硬戳 戳掉了一些駱駝 左邊燒一個小打斗 後面槍兵繼續騷擾 戳掉了一些村民 村民處現在已經持平 134村對上133 波波倫這邊搓雲數現在是一樣的 好 火槍兵補一下 巨型投資機也開始慢慢補 HERA這邊的肉類來到了快5000囉 這裡槍兵再次上前搓掉了一些數量 好 現在以打正面來說的話 HERA的配兵是不太會打輸的 波波倫這邊則是Poke有優勢喔 盡可能去用火槍兵Poke 好 三級不騎兵鎧甲一點了 但是究竟缺黃金 火槍兵就是缺花黃金的單位 好 這裡趕快再買賣一波 HERA這邊要不要把肉全部賣掉 好 那巨型投資機 兇人有這個命中率的加成 所以待會波波倫如果也是用巨型投資機的話 HERA這裡是有優勢帶的 可能波波倫會直接轉火炮 轉火炮反擊巨頭會更好用一點 好 左邊這裡是使用 拿彈騎兵繼續打一個多線分推 但波波倫這邊也是把所有的駱駝拉過去應戰 那就意味著正面的駱駝數量可能會有明顯不足的問題 好 HERA這邊轉出了戰毛兵 反擊火槍 這裡槍兵稍微反擊一下 回去駱駝 駱駝被戳到頭破血流 這一坨要上了嗎 打漢騎兵看到火槍並沒有打算要上 選擇直接後撤 好 這裡戰毛兵開始可以打火槍了 波波倫點下了彈道血 波波倫點下了彈道血 駱駝兵要登場了嗎 好 三級射也點了 好 這裡開始甩火槍 進前Poke 打拉和騎兵數量現在是22隻 沒有帶繼續出數量了 好 這邊正面駱駝高打滴 這一波打起來HERA有機會輸嗎 後方的火星攻擊速度很慢 但是正面的駱駝高打滴很勉強 反擊回去 波波倫這裡環境不夠 開始轉出了肉馬 火槍努力原地射擊 射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後方的戰毛兵也是盡可能的反擊當中 這一波是由HERA拿下正面的一波勝利 後方的城堡看起來是擋不住 OK 最新頭C拆完城堡 再反擊巨頭也是很準的喔 看一下這個會不會一波倒 哇 好準 倒了 哇 這就是命中率加成的兇人啊 好 正面變成戰毛怪 配上槍兵 你出火槍配肉馬 我出戰毛配槍兵 那正面戰 正面的話一定是我優勢了 不過這裡要不要轉一下戰毛兵呢 這裡繼續出火槍可能機會爆炸 但這邊是直接鬼轉奴兵啊 這裡還用巨頭偷閘 直接把兇人當成不列電再玩 好 森女過來 清起兵往前 抓掉一隻勝率兩隻三隻 有機會嗎 第三隻勝率沒有擊殺掉 剩4滴血 後方的火槍開始慢慢反擊回去 但是後方戰毛兵依舊輸出很高 補下工兵鎧甲一下 好 黑魯拉這邊是繼續補戰毛跟槍兵 顯然木跟肉是他最多支援的 這裡槍兵數量還在補一些 正面的戰毛兵反擊效果還不錯 好 波波人補下了二級的工兵鎧甲 三級工兵鎧甲有點沒資源點喔 現在要點的東西太多 好 中間蓋了一根堡 開始往前推進 上邊上前戳掉了一些肉碼 波波人把經濟轉成大肉碼的配置 但是大肉碼還需要600黃金才可以點下 波波人很難點下自己輕騎兵的升級 正前方的火槍還在往前衝 上方的達岸騎兵走一個分推 後方的火槍上去救一下 但是沒有駱駝的話還是顯得有點被動 這裡肉碼想要去後方嗎 騷擾一下 但是這裡槍兵雖然很多 好 結果目標是正面的巨型投石機 巨型投石機被拆掉了一台兩台 第三台有機會 三台抽掉四台 哇 這一波肉碼多線 直接拆掉了所有的巨型投石機 這波進崩有點被擋住了 這邊想要往前 但這邊已經為死 火槍兵繼續射 肉碼過來 達岸騎兵並沒有打算要正面開戰 但正面的槍兵還是戳進去的農田地方 好 補下了縱火技術 想要用槍兵去拆建築物嗎 好 巨型投石機再次補下 後方打岸騎兵還在爭取時間 繼續繞 能繞多久就繞多久 打岸騎兵現在血量是170滴血 彈度還是非常夠 這裡總拉了一些村民過來圍一下 看能不能把Hera給圍死 但要確定誒 正面要打得已才行 才可以圍死誒 好 這邊用戰毛兵加上 打岸騎兵稍微反擊一下 後方的火槍兵 但戰毛兵第一時間被青騎兵給吃完了 後方槍兵還在繼續騷擾當中 正面部分伯伯倫快要吃不消 Hera這邊是繼續補下巨型投石機 好 打岸騎兵手撕城中心再來一個 這裡要手撕可能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村民其實沒那麼好打 哇 又拆掉了 但是又努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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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 OK 這邊有點難修回來 好 往回啦 往回啦 這裡槍兵 所以我們就要把持燈中心給戳掉了 後面更多肉碼過來 火箍兵人這邊存了一波支援 應該是要來點大肉碼升級 OK 大肉碼升級還有35秒 這邊要不要爭取一些時間呢 Hera這邊使用更多的打岸騎兵 往前到處開拆 火槍兵在後面努力輸出 又一波打岸騎兵進來 哇 拆這個太快了 一下300多滴啊 比巨型頭時機還要痛 好 火箍兵人大肉碼終於升級上去了 每一隻大肉碼只要64肉 非常便宜的文明 好 有大肉碼 這個槍兵就要再出更久一點 好 後面戰保兵追的也太開心了吧 直接追到後方是什麼話 這是什麼奇怪的畫面 好 右邊大肉碼騎兵手撕城堂 Hera各種想要手撕啊 但是伯伯人這邊防守還是做得蠻快的 OK 火槍兵繼續反擊 Hera這一波打完沒有黃金囉 剩下聖物的黃金可以慢慢玩 以聖物來說的話 伯伯人應該是稍微落後的 真的是稍微喔 兩個聖物打三聖物 好 打完騎兵繼續繞 現在又分成兩堆 左邊這邊再進來 看能不能拆掉城鎮中心 好 打完騎兵攻擊 每一下都是300點的傷害 好 再一下 打掉 城鎮中心直接手撕成功 好 這邊肉碼繼續回來追一下 但是你追我我就跑 左邊這一坨打爛騎兵 看到城鎮中心了 又有再來拆一下 好 這邊想要把這一坨打爛騎兵給剿滅掉 但是打爛騎兵完全不給機會 好 跑到了右方 繼續騷擾 這邊使用槍兵直接硬戳 果然大弱馬的數量夠多 還是能打贏槍兵的 好 左邊的打爛騎兵也努力拆掉了城鎮中心 現在城鎮中心只剩下三個了 但是其實波波人村民術並沒有下降太多 城鎮中心即使被拆也無傷大雅 還是可以繼續暴露馬 好 火槍兵繼續輸出 HERA很努力的再轉出槍兵來 現在打爛騎兵也開始從這邊進攻 有機會把這一波包掉 就可以拿下比賽勝利 打爛騎兵又再次往左衝刺了 正面使用火槍 配上槍兵繼續扛住正面 打爛騎兵繼續BD偷拆架 好 後面火槍兵過來 要不要用打爛騎兵去解一下呢 這一坨火槍解掉 波波人應該就會放棄了 看起來 HERA應該是聖鎮在握了 木跟肉已經突破天際了 一萬二的木頭跟六千多的食物 源源不絕打不完 波波人這邊支援用的非常極致 後方打爛騎兵直接手撕模仿 完了起來啦 HERA 看到村民也不打 我就是打你 經濟建築物啊 魔防全部敲一敲 讓你這邊農田效率變差就行了 好 這邊直接手撕嗎 但是後方有城堡 這根城堡應該可以射到少量的打爛騎兵 OK 果然射得到 好 這時候對手波波人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勝利 好久沒有看到職業選手們打這個打爛騎兵爆 打的確實漂亮 但是看起來沒有辦法一波擊倒對手的感覺 但其實事實上來說 HERA剛剛是用打爛騎兵直接硬爆火槍兵的話 應該是可以爆著贏的 但HERA這邊有點是在測試嗎 心態 看一下如果只猜城堡中心不殺村民 這個經濟建築物的話 是否可以打亂敵方的經濟 效果來說應該是差強人意 對方還是可以繼續轉出大肉碼 還有這個肉碼的生產 甚至還有結尾的時候還有2000多肉 所以這個拆除來說算是慢性 慢性拆除死亡的感覺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HERA拿到資源上升利 拿了12萬資源 贏了2萬多的資源 經濟方面來到1.14的KD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讓大家看見 分為了 訂閱 開動 找鈴鐺 我們要離開 就是你們 пал一個 你們 感谢观看